位置而不是找到幾筆 所以如果說你要繼續找的話 還是要跑圍圈 向下找 然後指數會return給你一個位置 所以你倒過來找的話 這個是2 一個是0 一個是2 然後 再來取代元素 比如說我要把某一筆取代掉的話 其實他多了一個就是set 就是在hushset那個類別裡面沒有set 也是沒有修改功能 但是呢在那個alreadyster裡面有修改 所以hushset只有新增刪除沒有修改 可是如果說你要修改的話 在alreadyster有set set index值第3筆 本來第3筆是陳允潔對不對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張三豐 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你用set方法就可以 然後後面remove哪一筆有沒有 比如說第一筆是index0的話就把它remove 所以你會發現alreadyster 跟資料庫完全match 因為資料庫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新增 修改 刪除 再一個查詢 大概就四大功能 那這四大功能的話 alreadyster全部都做得到 但是hushset的話 有部分做不到 set 他的set沒辦法做到 那排序的話 hushset也沒辦法做到 所以alreadyster在這方面 稍微比較強大一點 而且他的 而且他的 這個功能也比較強 所以基本上你們會看到alreadyster 在一般撰寫上面會比較常見 但是相對的alreadyster跟hushset 兩者之間 你會想說那基本上 看起來好像alreadyster完全 完封hushset 對不對 基本上你看 他有的功能我也都有 他沒有的我還要更多 那為什麼會有兩個呢 基本上 還是在哪裡呢 在校門上面 校門上面 因為一個類別 他如果可以處理的東西越多 相對他的 處理的效率絕對會比較低落一些些 反而他如果只是專注在某些上面的話 那會效率比較高 不過通常因為 很多時候因為cpu 速度變快了 然後ram也變大了 所以基本上 慢慢就會 沒有人會去care那個問題 除非說你的資料量 大到幾千萬 幾億筆的之後 就會 有懸殊出來 不過 基本上會遇到這種問題的 可能性太低了 所以通常 你會發現實作上面 看到alreadyster的機會 會比hushset 大太多了 所以我實際上實務上面看到 用hushset 簡直是少 很少看到 但alreadyster 非常常看到 所以這部分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看看各位有沒有什麼大量資料 去跑跑看 然後 計算一下 開頭 的時間 跟結束時間 就可以比較出 兩者之間的差異了 但實務上面 你至少alreadyster OK的話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上面 好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我已經把這個 範例給放上去 各位實作一下 那這個 集合 集合的這個範型 alreadyster這個範型物件 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將來 各位再用在那個 自民手機的 資料處理上面 因為大部分就是 你要把資料 庫的資料 有沒有 讀進來之後 不可能直接放在 list view 不可能放在 spinner 你一定會放在 alreadyster 就有點像把它 揉進來之後 放在 memory上面 你 不可能馬上 你一定要有一個 alreadyster 去接它 你才有辦法 再放到 我們元件上 就有一個 有點像 暫存的 這個 暫存的一個 物件 那這個 大部分都是會用 這個alreadyster 來處理 所以你alreadyster 這部分不會的話 將來在 處理 資料庫來源的資料的話 就會有問題 這部分的話請各位 試試看 這個 完成畫面 已經把它放上去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